九州更快 對抗心更大 觀賞心十足 還有呢看了順盪先速飆升的比賽就是 3X3 但是3X3到底要怎麼打 如何五人籃區有什麼不一樣呢 在我還沒有正式開始介紹3X3之前 我今天邀請了一位嘉賓 他代表過馬來西亞參加過國際賽事 但他不是球員 所以在籃球場上扮演這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教練 不是 他是裁判 讓我們掌聲歡迎Eddie 現在我們再次日戀歡迎Eddie 你是叫什麼專門免 哈嘍大家好我是 Fiba3X3的Eddie劉子坤 我戴墨鏡可以嗎 不要啦看不到你眼睛 okokok 外面很多人叫你教練 其實為什麼就是會叫你教練呢 其實每次去球場人家都會講 欸哈嘍教練 但是我很好奇那些人 教練跟referee分不清 可是你也不可以怪他們啦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就是一個 出自一個尊重的一個稱呼 很像我們去到學校 看到全部人看到卡也是叫老師 欸 Good morning 姐姑 欸 Good morning 姐姑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東西 看到校長也是叫老師 看到校長也是叫老師 看到校長也是叫老師啦 所以以後請叫我referee 記得叫referee ok 不是教練也是什麼 對 其實我在我的頻道裡面 邀請的嘉賓其實不多 但是我真的很榮幸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 算是國手 你算是國手 但是你是國嘴 國技手 你是國嘴 因為你是吹球的 ok 所以我們邀請到Eddie 來為我們講解 Tree X3 到底要怎麼打 起航 Let's Go 五人籃球用的是 七號球 三人賽用的球是六號球 七號球的重量 手感 一隻棒 四名隊員成為一隊 三名球員在球場裡面進行比賽 一一位球員在場外 成為替補球員 喂 好了沒有喔 換我喔 我要打球咧 十分鐘的比賽 每一次進攻只有十二秒 或者是其中一隻對我先得到 二十一分就結束了 怎樣 喜歡嗎 滿喜歡笑我可以要嗎 等啊 慢慢等 所有在線內的進球 都會算一分 但是在線外的進球 都會算兩分 開玩笑 犯規 這樣又有犯規 所有的犯規 在六次以上 都會是兩力罰球 十次或以上的犯規 都會是兩力罰球 再加空球拳的 Let's Go 是阿嬤 每一次管換球拳 都一定要Clearball 但是 怎樣的Clearball才是對的呢 請看下面 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一點 無論是其中一方 球進了比賽還是 繼續就好像這樣 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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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各界的地下 是非常忌廢 unknown 不可 對比賽 以上 有两个人, 这段落第的初一 每天都在赢測的時候 被赢測中的19,21